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大队组建于1950年11月 第二年就参加抗美援朝 轰炸大河岛的作战 这是人民空军 轰炸机部队首次参战 面对血与火的考验 先辈们打出了全摧毁 临战损的辉煌战绩 听从党和人民的召唤 为胜利而奉飞 从此成为二大队永不磨灭的精神追求 今天 我们的战斗行迹不断延伸 飞了没有飞过的航线 到了没有到过的区域 这些年 我们飞越了第一岛链 飞向了西太平洋 我们在南海战巡 迎击惊涛骂闹 我们在夜间绕台岛巡航 用翅膀 丈量祖国河山 为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无懈奋飞 第二攻击梯队人员名单 穆特伐艾利 我是二大队飞行员穆特伐艾利 维吾尔族有句谚语 风雨猛 折不断雄鹰的翅膀 越是风高浪急 越要敢于斗争 我父亲是一名老兵 2013年 我穿上了飞行服 父亲当时就跟我说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战斗 让党和人民信赖放心 在我们的任务和训练中 遭遇过极端天气 直面过强敌挑衅 也经历过生死考验 但我们从来没有畏惧退缩过 因为我们的身后是祖国 驾驭战神 目标要锁定战胜 每当战机开始轰鸣 我们的思绪就已经飞离了海岸线 飞向了更远方 战争在变 对手在变 如果放慢脚步 就等于把战场的主攻权拱手相让 使命倒逼着我们突破自己 超越常规 不断让头脑清零 让成绩归零 不断挑战新的起跑线 追求人与装备的最佳结合 在我们眼里 轰6K不仅是一型装备平台 更是一个体系节点 未来作战先要连得上 才能飞得远 突得近 打得准 1号 95100两个攻击贴队 完成打击肉 起尸码号 可以码号 我99年出生 2021年底加入二大队 我92年开始学飞行 飞的年头比他的年龄还要大 我们是一支有着70多年厚重历史的英雄大队 又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9岁的年轻部队 尽管能换了一茬又一茬 但内股为了胜利 不惜一切的进步 从未改变 我们始终坚信 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没有攻克不了的困难 作为一名老飞行员 奋飞在伟大的时代 是一种自豪 作为一名新飞行员 奋飞向崭新的真诚 是一种传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